咱说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天都这么暖和了 这洗个澡 温差能有多大呀 现在都快6月份了 那怎么感觉这屋里 这烟面还这么凉呢 24度 那这屋里怎么还这么凉呢 不行 我得赶紧冲个热水澡 室温24摄氏度 水温是45摄氏度 这很简单算出21度的温差 这个温差算是给脑梗的发作 又上了一颗子弹吗 这都快6月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在家洗澡 还有风险的话 那这个一年四季就不能好好洗澡 实际上这个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 现在天气昨天变暖了 那么我们室内的温度 一般现在在20度左右 那么我们正常洗澡的温度呢 有些人喜欢 比较喜欢洗这种热水 我们体表这个温度 一般也是20度左右 那么突然一下 就是遇到这个热水 40多度的一个水的话 那么体表突然一下一个升温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类是一个横温的一个动物 由于这个体温的迅速增加 我们这个血管 它会出现一些相应的变化 比如说遇到热水的时候 我们的血管会出现一个 急速的一个扩张 那么毛细血管扩张以后呢 我们正常的这种 血流量是一定的 就每个人的血量是一定的 那么周围的血管扩张了以后呢 那么供应给这个 心脑主要的这些 这些脏器的这个 血量相对来说就减少 那么血流速度可能就会减慢 那么减慢了以后呢 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 可能就会诱发这种脑梗的发生 就血流逾滞了 然后出现这个血栓的形成 那也就是说是在这个 内外夹击的情况之下 首先呢它是本身啊 有这个三高或者是心脑血管病了 之后呢室温和洗澡水的这个温差呢 还能达到20度 所以说啊就很可能成为 激发脑梗的一个诱因 实际上就是因为 我们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 比如说他心脑有这个 腐壁的血栓啊 或者是有些人已经有动脉硬化 这个血管壁上已经有一些 不稳定型的斑块 那么由于这个室内外温差的变化 加上我们这个洗澡的时候 由于水温过热 造成了血管的疏张和收缩 这个造成了血压的不稳定 那么酸子脱落 或者是血流速度的减慢 那么形成了这个脑梗的发生 也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老师那我们还是接着 刚才那个问题 我想问您一下啊 那有心脑血管疾病 还有这个三高的人群 是不是只有在夏天时候 能好好洗澡呢 那其他三季的时候 比如说春天秋天冬季的时候 室内的温差和水温 很容易就超过20度的 这个不是说三高的病人呢 或者是有一些 既往基础疾病的人 就只能夏天洗澡 其他时间就不能洗澡了 其他的季节呢 室内外温差相对是大 那么我们洗澡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是注意一些细节 比如说这个水的温度 不要调得太高啊 然后另外一个洗澡的过程中呢 在这个进入浴室的时候 把水先放开 让这个室内这个温度 先升高一下 然后让我们体表的温度 也随着这个体温逐渐适应以后 然后我们再进行洗澡 这样是相对来是比较安全的 我认识了